大家好 今晚的讲座是专解释沙拉瓦第二阶线的 三个地方的第二阶线就是 西马、沙拉瓦和沙巴 这三个移民角剩下一个移民角是运作界的 就是沙拉瓦 但就算它在运作界也是非常非常慢的 受到一个有条件控制令的影响 今天的讲座就是要分析东马和西马的MN2H 有哪方面是相似的或者哪方面是不相似的 沙巴它发出来的第二阶线签证 其实是和西马这边一样 都是沙巴和北马来西亚 但是如果是沙拉瓦批出来的 它们会说可以住在马来西亚 它没有说沙巴和北马来西亚 它只是说 Permitted to enter and remain in Malaysia 你是拿到西马的第二家园 你住在沙巴或者三个月都是30天 如果你是拿到沙拉瓦的 当然它说它是可以住在马来西亚 在西马这边 因为没有出入境 都是常住在那里 但是沙巴那里 只可以住30天 现在沙拉瓦那里的批准时间 是差不多两个月至六个月 第一个问题 如果你打算申请沙拉瓦 你要看你是符合2、3、4 这三个条件 哪一种类型 其实现在来说它是分50以上和50以下 50以上可以当是退休人士 但50岁以下就一定要买楼 才可以申请 30至40 还要多一件事就是 小朋友要在沙拉瓦那里读书 或者申请者和配额其中之一 要在沙拉瓦的医疗机构接受 长期的医疗父母 超过50岁的 它其实是两种方式 一个就是你放一个定期 在沙拉瓦的银行 一家银行 就是放30万或者15万马拜 做一个定期就可以申请了 另外一个方式就是 如果你是一个退休的公务员 你的退休金是超过7000万马拜一个人 或者你是养公婆一起申请 甚至有小朋友或者是父母的话 政府给的退休金 是超过10000万一个月的话 申请了这个计划 是不需要放定期 都可以拿到沙拉瓦的第二家园 现在是奉松了的其中一个条件 如果你打算放定期 就是申请的时候 是不需要看收入的了 只是放一个定期就可以了 放了定期 过了一年之后 可以拿40%的定期出来 如果你买了楼 买了车 小朋友读书 或者在沙拉瓦那里 接受医疗的父母 最重要的 现在很多人 申请不到沙拉瓦的第二家园 是因为这件事 申请者和配偶 甚至小朋友或者父母 在首次申请之前 就一定要给一个身体健康检查报告 在这个指南里面 是说明 一定要在沙拉瓦的医疗中心那里做 之后还需要政府的医生 做多一次的人症 经过两个医生来证明 如果你是第一次申请的 在沙拉瓦那里的无犯罪记录 只需要一个人 只申请一个人 其他的事 其实是和西马那边申请的 是相似的 结婚证书和小朋友的出生证明 香港那里可能要做多一次的一个认证 阿比杜就是健康的检查 他的身体检查 一定要在沙拉瓦的 计划的医疗机构进行 意思是要有一个很详细的医疗报告 第一步跟我们讲完之后 我们会安排一封支持信给你 开户口是符合他们的要求 我们已经有这个计划了 那你就要经过我们 寄个钱过去进入这个户口 好 银行就要安排全部的文件 来申请这个计划了 之后你一定要进来 沙拉瓦在报道的时候 做一个很全面的身体检查 他们的要求 关于买楼的方面 如果你打算拿这个定期出来 一定要在沙拉瓦那里买楼 Kuching就是他的手库 那里一定要买60万马币 其他地方比如Bintulu 或者Miri Miri是最接近的 文雷就是Brunai的地方 就是可以买50万马币以上 退休监控免税 这个都跟西马一样 他一定要每年住在沙拉瓦15日 就是主申请人和配偶这两个人 你就当每年 一定要过去沙拉瓦那里玩15日 这个计划 批准是批准了10年 但是他每次只会 批准了5年的第二家园三返 因为他5年之后 他就会继续 另外一个5年在你新的护照那边 你的护照未到5年的话 他可能只是给你3年 他一定要你的护照超过5年 才可以直接拿到第一次的5年 第一次5年之后要继续 他都要看你开始申请的条件 是否还在 如果你是经过收入来申请的 好像退休监 他都要看到你退休监还在 这个就是他的要求 原家来说他是保证了这10年 给你这个申请根据这个条件 10年之后 如果他们轨了来 他们就会要求你根据新的条件来申请 这个都是跟西马和沙巴的条件 有不同的地方 要可以做的医疗机构 只在Kuchin,Miri,Sibu,Benturu这几个地方 而且一定要经过沙拉瓦的医院医生 来做一个认证 我要强调一件事 我们是唯一一间 在整个马来西马和沙巴 三个月,西马这边 都可以同时申请第二家园 我们有三张第二家园的牌 主要原因就是 因为这三个地方的第二家园的申请条件 在未来来说是会不同的 所以我们是给大家有多一场的保障 你们如果转过去西马这边 要转过去沙巴那边 我们都可以帮你安排这些东西 这五年期间 你住在西马哪个地方 沙拉瓦是不管的 就算你住在沙巴他都不管的 就算你没有进来马拉西 他就只会看 你是否会在沙拉瓦住审日 一年住审日 你重住在西马那边 完全是没有问题的 那我们今天就到此为止了 拜拜 拜拜 我们M2H Club 会带给你更加丰富的 马来西亚资讯 记得按旁边的订阅仔 打开个洞洞 这样就一定不会错过了 喜欢我们的话 就希望你 like和share我们的短片 拜拜